美国国会7月2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 中共试图在美联储系统内建立一个现任网络 不仅如此 中共还在美联储经济学家访问上海期间 威胁他提供非公开的经济数据 否则就会被扣留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共和党的调查发现 十多年来 中共要求美国联储雇员提供有关美国经济 利率变化还有政策的信息 并向他们提供人才招聘项目的合同 包括高额现金等等 据报道 美国反间谍官员说 中共发起大规模运动 来获取美国政府信息 商业机密以及科研成果 其中就常利用人才招聘作为幌子 报告中借鉴了美联储从2015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 报告中说 美联储的调查确定了13名相关人员 他们被称为P网络 他们受估于美联储12家地区银行中的8家 国会报告详细介绍了涉及P网络人员的多个事例 其中就包括将宏观经济模型代码交给了跟中共人民银行有关系的一所中国大学的事 报告中还提到 有一人至少两次试图把大量的数据从美联储转移到一个外部网站上 而这个人此前还收到中共政府间谍 要求他提供有关三位美联储银行行长对加息看法的非公开信息 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共的一个极端例子 一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 他在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数千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以后前往了上海 而中共官员在这次旅行中四次拘禁了这位经济学家 要求他分享他所接触到的敏感的非公开的经济数据 并且必须就敏感的经济问题 包括贸易关税和机密信息向中共官员提供建议 不过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强烈质疑这个报告的调查结果 并说报告中对一些员工的定性不公平 参议院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对美联储所面临的威胁感到担忧 他说希望调查能够唤醒美联储 认识到来自中共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威胁 中共的渗透是无处不在 有网友爆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今天签署了州立法 确保外国对手 比如中国共产党 不能进入佛罗里达州的学校 政府还有公司 包括禁止在佛州的学院和大学设立孔子学院 据国会山的报道 川普在今天7月26日返回华盛顿DC在高级智库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说 这是他自卸任离开白宫一年半以后 首次返回华府这个政治和权力中心 而会议内容也释出了重大的风向标 川普将在为期两天的美国优先议程峰会上做压轴演说 这个智库主席罗林斯表示 他相信这将是一次非常注重政策 具有前瞻性的演讲 非常像川普总统的第五次国情咨文 川普发言人不多为奇说 川普的讲话将会突出民主党的政策失败 同时提出美国优先的公共安全愿景 这肯定会成为中期选举 以及以后阶段的决定性问题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是由川普时期政府官员所成立的 目的是宣传川普的政策 罗林斯说 确保在我们夺回白宫的时候 我们确实为每个关键机构制定了政策 人员和流程 本次峰会围绕十个关键政策领域 还包括许多带有川普标志性的问题 比如继续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 以及排干政治沼泽等等计划 目前共和党内部一些2024年大选竞争对手 公开挑战川普作为共和党棋手的地位 其中就包括前副总统彭斯 他已经公开和前老板川普在华盛顿对垒 彭斯在今天26日的上午 会在离白宫不远的青年美国基金会上发表讲话 而下午川普也在华盛顿中心附近的 美国第一议程峰会上演讲 至于川普是否会参加2024年大选 川普前竞选经理康威今天26日表示 川普希望最早在今天宣布开始总统竞选 他正在准备在2024年与拜登重新大战一场 他说川普想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 在短短的18个月内 拜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逆转了能源独立 经济繁荣和海外和平 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另外据Newsmax的报道 川普的竞选部闻莫里斯在7月25日的节目中表示 如果川普在2024年连任 川普将有一个计划 就是允许总统为政府配备员工 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选择政府官员 莫里斯表示 所有官员过去都是任命的 但是川普认为 他们选择我做总统 所以政府中应该是愿意执行我政策的人 近日有两个女性都非常关注的品牌 登上了热搜 一个是知名的美国美妆品牌美宝莲 将会关闭大陆所有的门店 另外一个是国际知名的品牌迪奥 被中国小粉红出征 先说美宝莲 它是一个百年品牌 1995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很多中国女性消费者都青睐这个品牌 因为它品质高 价格也适中 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可 美宝莲在中国的数百个城市 设立了几千个销售点 7月26日 兰京财经报道 美宝莲将会陆续关闭 中国所有线下实体店 美宝莲客服表示 的确是收到了通知 品牌的线下专柜将会陆续关闭 至于为什么会关闭专柜 客服没有透露原因 只说这是公司经营重心的转移 以后公司产品只能到美宝莲的线上店 或者是屈尘式门店购买 韩国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超过五成的韩企计划都撤出中国 其中就包括化妆品品牌 原因是中共的清零政策 导致经济低迷 供应链受损 以及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外资和外国人选出润出中国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女性都熟悉的法国大牌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7月24日 大约有5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巴黎香榭大道的迪奥席间店旁边抗议 说迪奥在2022年设计的新品中抄袭了中国古代马面裙 抗议者身穿汉服 同时高喊迪奥停止文化挪用 而中共官媒也对此煽风点火 人民日报说 马面裙是一种源自古代宋朝的服装 特点是两侧有褶纹 称迪奥是文化导用 现场也有反对中共专制的民主人士 有人举出裙子大于人权的牌子 还有人高喊 为何不帮维吾尔族人抗议 来讽刺小粉红对迪奥无理指控 过程中有中国小粉红掐住了人权抗议者的脖子 还嘲笑说好穷没钱做标语 迪奥7月份推出新馆前后交叠剪裁的裙子 他们将这款服装描述为具有褶皱风格的喇叭裙 这是迪奥的标志性设计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说 铁链女被锁的时候看不到她们发声 唐山女被打的时候看不到她们站出来 河南处乎被打时 她们也沉默 一条和她们毫无关系的马面裙 却让她们义愤填膺 还有网友说 这背后是中共大使馆 有本事到中国举牌试试 还有网友说 你猜猜西装为什么叫做西装 中山装西装还有很多衣服 都是借鉴外国的呀 有网友说 以后咱们别穿牛仔服 T恤还有西装了 这些都是境外势力的文化 流氓做久了只可以抄别人的 怎么抄都不羞耻 顺便还要拿着显雷镜 到处看看别人哪里抄了我们的 有网友分析 官媒带头挑事 最近又跟法国不对付了 所以找一个法国品牌敲打敲打 目前迪奥的这款产品 已经在中国网站下架了 迪奥官方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5个月以后 美国的挺污声浪出现了分歧 共和党中拒绝挺污的声调正在提高 与此同时 泽连斯基解除了乌克兰国安副主席的职位 同时还逮捕了800名亲俄内鬼 据国会山报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内有两种声浪 一种是遵循雷根主义 另外一种是受川普影响的孤立主义 目前是雷根主义获胜 但中期选举可能会让受川普影响的人马进入国会 到时候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国家政策走向 曾在乌克兰担任联邦调查局特工的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菲兹帕特里克指出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对乌克兰提供军援 但他感觉到支持度正在减弱 今年5月份 57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票 反对提供乌克兰400亿美元的援助 投下反对票的包括川普最忠诚的一些盟友 格林还有盖茲众议员 他们不想将资金汇往国外 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在强化美墨边境 和投资国内能源生产等等问题 据美国陈坚咨询公司在7月份发表的民调结果 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 认为美国在支持乌克兰上做得不够的比例 已经从俄罗斯刚刚入侵时候的40% 减半到剩下20% 而认为美国给太多的比例则有30% 近日乌克兰政府也传出人员异动 泽列斯基在当地时间7月25日 解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杰姆·勤科的职位 近期还针对651起涉嫌通缔叛国案 以从事破坏活动或收集情报 逮捕了至少800名乌克兰人 7月23日 乌克兰国家调查局正式指控 国家安全还有国防委员会 前副秘书长西夫科维奇犯有叛国罪 指控书中表示 西夫科维奇在莫斯科 设立了一个政府办公室作为掩护 实际上对乌克兰进行情报搜集 还有颠覆活动 为俄国安全人员提供说明 因为乌俄的历史关系 乌克兰长期都有许多亲俄人士在活动 当局就曾经指控亲俄政党与俄罗斯私下沟通 据Politico的分析 泽连斯基可能正在借用战时的特殊权力 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战争期间人心惶惶 外界认为 这可能会引发乌克兰社会的普遍恐慌 要防止外部势力趁机介入 需要尽早解决战争的难题 虽然加州的本地人口在外移 但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以及香港的买家 在多项指标中显示对加州有好感 而且喜欢好房子 据全美地产经纪人协会调查了全美9400位地产经纪人 在7月份中旬发布的报告显示 华人所购房的均价在100万左右 远超其他外国买家 国际买家在2021年的4月份到2022年的3月份 这12个月期间 购买了98,600套住宅 总价值超过590亿美元 外国华人买家购买总价值为61亿美元 超过了排在第二位的加拿大 外国华人买家包括了境外的人 最近两年移民美国的人 以及近半年持职业还有教育等等签证 住在美国的人 由于中国大陆外汇政策收紧 以及疫情的限制 他们的购房数量也有下降的势头 非美国公民的华人买家在2018年 购买了40,400套住宅 2019年是购买了19,900套住宅 2020年是18,400套 2021年是6,700套 到了今年2022年是6,100套 另外这些非美国人华人买家当中 有六成是现金买房 在房价超过100万美元的条件下 仍然是用现金来买房 这意味着最近的买家 总体上拥有更为雄厚的资金实力 他们最喜爱的购房目标州 仍然是加州 有31%的买家会选择在加州买房 其次是纽约州10% 佛拉里达州7% 尽管美联储在调高贷款利率 以压制美国人的通货膨胀的时候 但是中国投资人仍然是看好美国的房地产 尤其是在中国房市泡沫化 出现烂尾楼的时候 加上多为现金买房 所以不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华人一般认为 把钱放在股市上风险大 投资房地产长期回报率高 买房后自住一段时间以后再卖 多赚的钱还享有很多税务减免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 希望之声TV 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